心灵法门佛学问答 问 请问台长 家里想请尊观世音菩萨 是否可以从寺庙拍摄后打印出来供奉 答 最好不要自己去拍摄佛像 可以请观音堂已经拍好的菩萨像 如果一定要拍摄 可以上香后 和菩萨祈求一下 然后先念大悲咒 心经 礼佛大忏悔文各七遍 等香燃尽了再拍 香在的时候不要拍摄 对菩萨不恭敬 平时香打卷 有灯结莲花的时候 说明有菩萨来了 此时如果想拍下来度人用 也最好不要直接拍 因为菩萨还在的时候 这样去拍照不是很恭敬 一般香打卷的话 要等有灯灭了之后再拍 有灯结莲花要拍的话 一定要跟菩萨说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要以此来度画更多人 让更多人相信 然后再拍就没问题了 平时最好不要和佛像佛具拍合照 是不尊敬的 基本上平时最好少拍照 尤其小孩子不要用闪光灯 拍照太多会把魂魄照散 即使不认量 一趟 不认为 都在拍照 这期刹那就是 她说好 她坐下而来 这个